所以我们的心性有的时候很细微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的缺点 去把别人想得很复杂 而不关自己 就像有的人 你叫他说别人的缺点 说别人的毛病 他可以说成一大堆 你让他说自己的毛病 他说我很好 我没有毛病 你们说这种人有没有毛病 因为他连自己都不能发现自己的毛病 那么他的因果一来 因缘一来 他的取心动念 就学会了习惯性的保护自己为上 这就是为什么总是找理由来否定别人 碰到什么事情 先习惯性的保护自己 那就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对错 而只是纠结在一种习惯性的保护自己上面 然后因果一来 因缘一来 他首先为自己来考虑 我对这件事情上有没有得力 会不会失误损失 因为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邪念 贪然 磨性 自私 如果一个人经常能看到自己身上有毛病 这个人就是在觉 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 有一个小和尚经常做错事情 他说我不知道哪些是对哪些是错 结果他的师父就跟他说 你如果生出一个念头 是一个不好的念头 你就放一颗黄豆放在那个碗里面 如果你自身出一个好的念头 你就放一颗黄豆放在那个碗里 一个星期下来 你可以看一看你的黑豆多还是黄豆多 第一个星期 黑豆一碗黄豆只有一点点 他才知道一个人的意识和他的意念当中 有多少肮脏的东西 慢慢的他才变成黄豆多黑多少 我们人就是在转换理念当中在修行 就是在认识自己当中在修行 就是观察自己 自己的业障 自己的不好的那些觉 你有没有觉悟 所以观自在菩萨 就是能够经常照见五蕴皆空 这个照就是要看到自己身上的 所有的毛病 所以懂得反观自己 懂得懂得觉悟 懂得忏悔的人 懂得反省的人 他才是一个真正的抉择 我们要经常要向别人学习 向别人实实实在在的学习他们内心所拥有的那些智慧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谦虚的在生活当中 正在走着他们过去没有走过的路 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挫折会让我们懂得前进 是更可贵 我们不能放下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就是慢慢的在伤害自己的智慧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们总是应该学会理解别人